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每日頭條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的10月26號 星期三 來看今天有哪些最新的消息 前壹傳媒集團的創辦人74歲的黎智英 日前被判分有兩項欺詐罪 美國16位參議員發聲明譴責 專家指出 未來中共如果想跟美國談判 釋放黎智英是必要條件 黎智英被指與科技員公司 定立將軍澳工業村用地租約時 為申報他名下用以管理家族事務的 立高顧問公司在工業村的蘋果大樓設有辦事處 香港區域法院25日裁定 他兩項欺詐罪成立 案件將在12月1日宣判 前臺灣人權促進會會長邱晃權律師認為 此案跟司法無關 完全是政治作為 香港司法早已經被毀 變成政治打壓的手段 他表示 臺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主席楊憲宏表示 港府和中共沒有任何正當性可以逮捕黎智英 臺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主席楊憲宏表示 在他們監導裡頭 不肯放黎智英出來 因為他們沒有安全感 認為黎智英能夠做的事情非常多 隨後 美國參議院外委會共和黨首席議員李契 與15位跨黨派議員聯合發表了聲明 譴責香港法院的判決 指中共利用假欺詐罪抹黑黎智英 試圖合理化對他的國安法假審判 國際社會將密切關注未來涉及國安法的審判 楊憲宏表示 二十大之後 美中可能要進一步談判 黎智英會是美國救援非常重要的一個目標 所以中共現在在抬高價碼 儘快給他羅織罪名 他分析說 目前 李智英被收押候審 不准保釋 落選新一屆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李克強 栗戰書 還有汪洋 日前紛紛召開會議 目前 李智英被收押候審 不准保釋 落選新一屆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李克強 栗戰書 還有汪洋 日前紛紛召開會議 傳達學習習近平二十大精神 被外界認為是在向習表忠心 前中共外交官陳用林 二十六日指出 他們是因為擔心自己的處境 不得不這樣做 二十三日 中共新一屆政治局常委名單出爐 只有王滬寧和趙樂際繼續留任 李克強 栗戰書 汪洋和韓正都榜上無名 二十四日 中共官媒新華網發文 披露新一屆政治局常委人選的產生過程 並表揚說 所謂的一些黨和國家領導同志 主動表示退下來 表現出了共產黨人的 寬闊胸懷和高峰亮節 當天 李克強 汪洋和栗戰書分別召開各自管轄的黨組會議 傳達學習所謂的習近平二十大精神 三組會議都強調 要更加緊密的團結在 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 前中共駐悉尼總領事館一等秘書陳用林對希望之聲表示 習近平非常的強勢 習近平已經完全掌控了 所以這兩人也趕緊比較重心 我覺得的話 就可能就 習近平用了把他給他處理掉 BBC在26日的報導中指出 在習近平主政的10年裡 他將權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 無情地清除對手 推行個人崇拜 封殺 批評 並將他的思想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了憲法 他被半開玩笑地稱之為萬能主席 習近平在二十大上取得了史無前例的第三個人期 不僅黨政軍權持續一把抓 而且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新領導班子 清一色的都是習家軍 打破了鄧小平以來建立的集體領導制度 BBC認為 習近平的中共才出路鋒芒 陳用林說 26號 曾任王岐山的秘書 中國招商銀行前黨委書記 行長田惠宇被通報 因為受賄 濫用職權等罪名被逮捕 這個消息迅速衝上了微博和百度的熱搜榜 這次二十大常委名單中 王岐山也不在其中 而與王岐山關係密切的下屬頻頻出世 曾與王岐山共識多年的大秘 中央巡視組前副組長董宏 因為受賄罪 在1月份被判死緩 多家媒體評論 任何對習近平權力構成挑戰的潛在勢力 都可能成為清洗的對象 恩人胡錦濤都能被當眾嫁走 老朋友王岐山也受波及 現在很多高官都人人自危 浸若寒蟬 烏克蘭近日表示 俄軍正在赫爾松籌備一場大戰 這令烏克蘭士兵嚴陣以待 26日 俄國部隊舉行了所謂的 實施大規模核打擊的演習 引發國際關注 相關的演習由普京監督 涉及移動地面導彈系統 和北方艦隊的戰略導彈潛艇圖拉 克里姆林宮表示 軍方在遠東和北極地區發射了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 俄國國防部長邵伊古宣稱 這次的演習是成功的 目的是在發生核攻擊時 俄國能夠採取大規模核打擊的做法 BBC表示 俄方發起最新的演習之際 正是俄軍在烏南和烏東地區 面臨士氣低迷的困境 莫斯科已經向赫爾松派遣了軍隊 抵抗烏克蘭軍隊的推進壓力 預計該地區將有一次關鍵的戰鬥 法新社表示 赫爾松之戰將決定烏克蘭 是否能夠重新進入亞素海 並切斷俄國進入克里米亞半島的路徑 因此 烏克蘭的精英部隊正在籌備最艱難的戰鬥 雙方沒有人準備撤退 這次戰爭的膠著階段將是赫爾松市區的爭奪戰 目前該市區由俄軍佔領 早些時候 莫斯科向該地區派遣了大量的部隊 用於死守赫爾松 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伯雷爾表示 戰爭進入危險時刻 因為俄軍已經被逼到了牆角 而普京的核威脅反應變得非常糟糕 雖然俄國的核威脅形勢危急 但美國國防部官員表示 目前的情況相對可控 美國當局表示 俄方通知了華府進行年度核武演習的做法 在俄國提出核武威脅之後 這樣做能降低誤判的風險 同時 北約國家也在舉行堅定政武核演習 美軍的第四代和第五代戰鬥機都參與其中 但並沒有使用實彈武器 26日美國、日本、韓國在東京舉行三方會談 表示如果朝鮮執意進行第七次核試驗 美國與盟友將會採取空前的回應措施 對抗朝鮮當局破壞和平與穩定的行為 美國副國務卿舍曼與日本外交事務次官森建良 韓國外交部副長趙賢東 在東京泛艙公館舉行第十一次美日韓副外長會議 朝鮮今年一直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進行著武器試驗 發射二十多顆彈道導彈 其中一枚飛越日本上空 迫使日本的居民尋求庇護 上週朝鮮派遣戰機靠近它與韓國的邊界 並向海裡發射了數百枚的炮彈 落在了軍事緩衝區 為此美國里根號航母參與了和韓國的聯合軍事演習 這是自2017年以來的首次 這次會談中美日韓都認為 朝鮮如果恢復2017年以來的首次核試驗 國際社會的安全將會受到影響 舍曼表示 朝鮮的行為是非常不負責任、危險和破壞穩定的 美國將利用全方位的防禦能力來保衛盟友 趙賢東表示 如果朝鮮當局進行第七次核試驗 我們一定要採取規模空前的回應 賓田靜一近日表示 朝鮮可能已經獲得了核武、小型化與彈頭化的技術 能夠使用核技術強化彈道導彈 舍曼表示 朝鮮需要明白 美國對日韓的安全承諾是鐵定的 不會容忍朝鮮升級它的挑釁舉動 另外 三國副外長還討論了台海、俄烏、中共二十大等問題 習近平在二十大上說 不會放棄武統臺灣 美日韓承諾合作協助臺灣防衛 保衛臺海和平 同時也宣布 拒絕接受俄國對烏克蘭使用髒彈的指控 同一天 白宮表示 拜登與英國新首相蘇納克25號首都對談 兩人同意一起努力支持烏克蘭 以及挺身對抗中共 時評人藍述表示 蘇納克在他過去一直是主張比較親中的政策 一直到不到兩個月之前 他和英國前首相特拉斯在競選前首相的位置的時候 他才轉而整個的對華政策變得比較強硬 現在英國面臨著巨大的經濟問題 通脹以及貨幣的不穩定等等 都會給英國政府帶來巨大的壓力 如果中共向英國政府伸出一些橄欖枝的話 蘇納克會如何反映 我們還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中共二十大之後 江曾派系背景的香港01和多維網 對李強入場前後的報導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而上海人對於會議內容和新領導班子大多表示沒興趣 23號 香港01吹捧李強說 他被認為是非常接地氣的官員 基層工作經驗是個寶 拿到哪說都有底氣 李強主政江蘇期間 下基層調研12次 屢屢展示國際視野和對高科技前沿動態和趨勢的洞察等等 然而在半年前 正值上海因為疫情實行封控之際 《多維網》發表了一篇文章 題為 《疫情嚴峻 當地官場遭質疑》 習近平曾這樣評價當地官員 文中說 上海現任書記李強是習在浙江任職時的大管家 今次疫情卻面臨危機 令人想起習在上海說的一句話 思想水平並不會隨著職位的升遷而自動提高 心胸境界也不會跟著職務提拔而上揚 文章還批評 頂層路線錯誤 中層指揮失當 基層能力低下 阿波羅網評論表示 頂層顯然是指習近平 中層指的就是李強 文中還強調 文革後的上海官場 歷任書記多是新四軍出身或江浙戶籍人士 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本土意識 言外之意就是 上海官場根本不會把習近平和李強這些外來戶放在眼裡 他們真正效忠的是上海幫老大江澤民 然而當李強入場之後 江曾派系出現的這種肉麻的表態 讓此前假扮正義的努力徹底破功 而上海民間的反應則與之相反 中央社記者26日走訪上海市街頭 前往人民廣場 人民公園 外灘等處 試圖瞭解一般民眾對於中共二十大會議內容有何感想 對於新領導班子所引領的新政治有何期待 對於李強將做總理有何看法 民眾對於邀訪多表示拒絕 或者直言沒看法沒興趣 一名網約車司機表示 對於收入下滑很有感覺 因為疫情的關係 接單量較以前掉了不少 不在意水掌正當家 有飯吃才重要 以上就是這期的每日頭條 歡迎就今天的新聞內容在視頻的下方留言和我們分享您的看法 如果您喜歡今天的節目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贊訂閱還有轉發 也可以使用特別感謝功能來支持我們 感謝您的支持和收看 下次節目再見 points 中共 中共 文靈